近期 美国有意购买格林兰岛遭到丹麦拒绝的消息受到了关注 20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会推迟原定9月初前往丹麦的行程 目前丹麦官方还没有做出正式的回应 据路透社报道 白宫官员说 特朗普取消了9月2号到3号在丹麦的行程 他此行原本计划在哥本喀根与丹麦首相弗雷泽利·克森会面 讨论北极问题 格林兰岛是世界最大岛屿 面积约216.6万平方公里 丹麦对格林兰岛拥有主权 该岛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 但享有高度自治权 本月中旬 美国媒体报道说 特朗普曾多次问及能否购买格林兰岛 之后 格林兰岛自治政府外交部直接回应说 格林兰岛拥有大量宝贵资源 不对外出售 18号 特朗普证实有构导意象 而弗雷泽利·克森在同一天表示 出售格林兰岛的想法很荒谬 指出售格林兰岛的想法 资金兰岛有红博入参差的啊 感谢观看